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踏入到2022年之后 其实市场仍然是很长黄 比起上年好像更加升得快 因为可能缺乏盘 没有什么盘买 但很多买家在等着买楼或者投资 我也有很多客人在找townhouse 大部分都是希望买些新的townhouse 但奈何现在周围每一个城市 就算去到South Suri 或者Langley 大家可能在看的价钱都是越来越高 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可以退一步 想想会不会考虑一些旧的townhouse 因为其实旧的townhouse 比较新的townhouse的职位 会实用一些 会阔落一些 可能它的年纪也有差不多 但如果整个Shrata 是管理得比较好 有什么都很 proactive去做 其实我个人来说 其实旧townhouse都有它的好处 只是可能年纪大一点 今天我将会有一个新盘上市 在Richmond 它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townhouse 有44年 但它只有两层 所以可能比起现在要走三层 可能会舒服一些 它也很阔落的 我可以带大家去看看这个盘 因为Seller也做了一些更新 可以给大家看看 如果一间旧townhouse 更新的情况是如何的 我们进去看看 现在我站在Unit门口 其实这个Complex 它的地址是10391 No.3 Road 可能大家看到No.3 Road 就觉得大街很吵 但大家可以听一下 现在其实很宁静 因为我们刚刚过了 Between Williams和Steven 这边的No.3 Road 其实已经是静很多 不会像Richmond Center那边那么密集 而且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屋园 它周边有很多绿化 比起新的townhouse 是没有那么舒服 因为它们可能全部側满了townhouse 只是可能只有driveway 你们都会看到它的马路 走车那条路是较阔落一点的 周边每一户中间都会有很多树 所以站在这里 我自己都觉得很舒服 这个屋园所有的Unit 都会跟一个Cardport 即Cardford Parking 没有Garage 而且也有多个车位 是Visitor Parking 你可以有个privilege 去park overnight 即是可以有两个parking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这间屋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里 这间三房一个半尺 大约1600尺的townhouse 刚才也说过 这间屋是44年 所以它所有东西都是放大了 例如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都有鞋櫃柜 或者一排小小的bench 你可以在那裏穿鞋出门 这一部就是挂衣衣柜 你可以看到其实它很闊落的 可能现在的townhouse 只有一半 這個就很大了 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一進到這一邊 就會有第一個廳 所以它是這個townhouse 它有三個廳 這個是其中一個廳 你可以做飯廳 或者一個flex area 因為其實裡面也有一個位置 可以做dining area 那這邊的廳 就可以出到前面一個front yard 叫做patio 它就fence了 所以你可以坐在這裏喝咖啡 或者跟朋友在這裏 gathering 喝東西都可以 然後這邊就會是一個半open kitchen 就可以在這邊 這個kitchen就是剛剛新update的 你看到這些color top 最新款的quartz countertop 也有新油的cabinet 換了這些handle位 整個樣子就很modern 我覺得 加上它換了一個新的煮食爐 就看到它的升盤 所有那些都換了 整個是modern 然後這裡有個洞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style 就是它你可以在這裏煮完菜 就遞出去 就不用媽媽走出去 可以叫小孩幫忙拿飯 拿菜 這個位置也很闊落的 然後我們對面呢 對面就有個洗手間 Half bath來的 就是powder room 它powder room 就是換了一些新的燈 Mirror 和星盤 也都配合同一隻色的cabinet 那就一致一點 廁所也是新的 那powder room 裏面呢 就是有個洗衣機 乾衣機 它就放在ground floor 這個是plus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都擔心流水的問題 就是萬一它真的流水 那它也是在地上 有什麼事情都容易搞些 versus 如果在樓上 那就會比較麻煩些 然後旁邊這裏呢 就是有個hot water tank 這個是用電的 整間屋都是用電的 沒有gas 它亦都有些storage位 可以擺東西的 這個seller也很好 這個hot water tank 都是上年年尾才換的 那過來呢 這個位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可以做飯廳的位 你看到它多闊落 所以很大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 多分兩個廳都可以 所以這邊你可以做dining room 然後這邊呢 可以放一個梳化在這裡 看著電視機 這邊可以給小朋友 用來做一個play area 也可以 就是讀書 放一個書桌 也可以 甚至如果你說 我想電視機位 是這麼闊的 你直接放一個梳化在這邊 電視機就超遠了 那就符合大家想要闊落的要求 然後這個carpet 都是剛剛清洗了的 所以很乾淨 我們這邊呢 亦都可以出到有outdoor space 就是一個特約 那外面那些草草樹木 全部都是strada去管理的了 那所以呢 這些townhouse 就是一個size 其實是沒得頂的 你在哪裡找到一間 這麼闊落的townhouse 讓你只用來做廳 然後那邊就是廚房 這間townhouse 其實 剛才說的差不多 只有1600呎 如果比起 比如說 要看五年新的1500呎 可能它是向上起的話 那間廳 可能只有這裏 就沒有了 這邊完全是 不可能會發生會見到的事 所以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這一隻townhouse 其實 你真正住起來 如果你裡面裝修得漂亮 其實是會很舒服的 那你都會見到 那些油呢 全部都是剛剛paint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感覺 就是 這個是一個moving ready 亦都很多space 給你去住的一個townhouse 那我現在呢 可以上上面 給大家看看 常連的三房 和一個洗手間 那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這個樓梯是轉彎的 那有什麼好呢 就是不會好像 那些一條直 很長的樓梯 但是如果有老人家來 其實是走得比較吃力 這個轉彎 其實因為 屋主自己的年紀都不小 他就覺得這個樓梯 有時他自己慢慢落 是感覺舒服的 這個也是另一個好處 好 那我們現在上到來這一層 那這個位 這個open space 叫Hallway 都很闊的 那它全部房子都會是用了carpet 那我們首先呢 可以看了那個master bedroom 你看到了 這個master bedroom 正正方方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放到 兩個king size bed 簡直是可以放到兩個king size bed 然後呢 前面還有很多位 你可以放多個衣櫃都可以 其實可能不需要 因為呢 這間是有兩個walking closet 那一個walking closet 其實已經是 可能現在你看到 即現在的新的那些 可能只有一個這個呢 那就已經是很大的了 那它還有兩個 那如果你真的真的不需要兩個 其實這裡是可以有個potential 是變成一個洗手間的 那就會把這間屋呢 上面那層 變得有兩個廁所 因為其實現在呢 它這間屋的樓上 只有一個full bath 但是因為這個位置 樓下呢 是那個laundry 那些水的那些位 其實是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只是你和Strada 去apply for approval 去做這件事呢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 第二個廁所 好 那我們可以看看那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呢 屋主也是做了一些update的 就是把countertop 和sync 還有開水的位置 鏡子 全部update了 你看到它一個 洗廁所就在這裏 然後後面就會有個bath tub 和shower位 所以這個廁所的尺寸 真的很闊落 不能頂 你住在這裏呢 其實真的會很舒服的 它有兩間房 上面還有另外一間 2nd和3rd 你看到這個尺寸 它都是用electric baseboard 床位 床位 我想你可以這樣擺 然後呢 這邊的角落 就有很大的位置 可以讓你做書桌 對 然後這邊就看回 Number 3 Road 那裏 旁邊這間房間 就會是比剛才那間小一點 可能要擺double bag 擺完double bag 其實前面這裏都可以擺書桌 那它的衣櫃呢 就很長 你看到整棵牆那麼長 就是足夠的位置你擺衣櫃 不會怕只有這裏 那麼窄 它簡直是 下面又很闊 所以擺到很多衣櫃 另外一個storage space就是這裏 這個櫃呢 可以擺很多雜物在這裏 那除了這裏呢 其實門口外面也有一個storage 是outdoor storage 等一下可以再拍給大家看 對 那裏呢 大致上的資料都跟大家分享了 那我就是要補一個storage 剛才說有一個outdoor space的storage 就是這裏 那這個位呢 都算是高啦 有些深度 那你可以其實擺什麼呢 可以好像現在這樣擺了那些乾的recycling 還有裏面呢 可以擺單車啊 你和小朋友一起擺單車 可以放在這裏啊 或者hockey棍啊 即所有一些髒一點的東西都可以放在這裏 那就不用浪費了家裏的位置 或者弄髒裏面 這個屋苑呢 剛才都說了是No.3 road 其實隔壁那裏呢 隔壁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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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呢 那裏呢 可能有少少嚇到 那其實一點都不用怕 因為這邊是比較安靜的 其實總括一下啦 它的開價呢 會是84.9000 那它的stradar fee呢 是478元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介紹這個townhouse 在Richmond的 如果喜歡這個video呢 按個like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我將來的影片呢 你就會收到的了 那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拜拜 下次見